大家好,我是抄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养生猪手汤 首先准备一个新鲜的猪手 让老板娘提前做好 买猪手最好买前腿 肉多,筋多,骨头少 加入清水清洗两遍 提前浸泡20分钟左右 准备少许花生米,黄豆 提前用温水浸泡 泡好洗净的猪手,冷水下锅焯水 放少许姜片,去除腥骚味 少许黄酒或者料酒 大火烧开锅,撇去浮沫 在水中煮两到三分钟左右 煮好以后捞出 再用温水清洗一遍,处理洗干净 泡好的花生米去掉外皮 这样做出来的汤更加清澈 虾麻烦的可以不去皮 或者交给媳妇来处理 全部处理好以后,倒入炖碗中 放入超水洗净的猪手 放入一颗挡身 一个姜片 加入清水,水没过猪手 放入少许米酒 我们采用隔水炖的方式来制作 这样做出来更营养,汤更清澈 当然也可以采用蒸的方式 这种做法唯一的缺点就是比较费功夫 慢工出细活,好饭不怕晚 小火慢炖两个小时左右 两个小时以后,先开盖子 满屋飘香 汤依然很清澈 用筷子插下猪手,能插动即可 放入少许枸杞 只需要放入适量的盐调味就可以了 继续小火慢炖15分钟左右 这个就是做好的黄豆猪手汤 清澈,透亮,有营养 这道菜主要是喝汤 营养全在汤里面 猪手可以蘸着酱油蒜蓉支持 也非常的香 天气越来越凉,给家人炖一碗 暖鲜又暖胃 喜欢超纸的关注转发收藏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